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腐 直行 现在的小事狗偷真的越来越猖狂 你说得对 无论是明目张胆爆入村屋独立屋造理世界 或是在公仔机店 无具闭路电视拍着 整部对闭机和你抬走它 表演不是不惜抬举 而是珍惜抬举 以至鬼鬼祟祟偷偷潜入发型屋 纳钱之余 连发型用品都不放过 贼 一街都是贼 现在怎知道一街都是贼 贼直接飞在天 差在未遁地 有留意新闻的都知道 机仓老鼠近日频频作案 一名前外国护照的中年中国籍男子 上个月30日深夜到港 他报出机仓后 就声称他一只约值 预四百万元的名标不见了 怀疑是被机仓老鼠杀走了 这里才不探讨是否越来越多有钱人 效法环球免税集团创办人查黑费来 不搭私人飞机要亲民 甚至忠诚搭经济舱 又或者当搭民航机都是这种架势堂 那坐私人飞机那些 会不会反而是网络迷因图所说 那么反驳归真呢? 这里想说的是年同8月25日 一日内揭发两宗航机旅客失涉财物事件 六日内已经发生三宗同类案件 机仓鼠患也不是说不严重 就着机仓老鼠猖绝 东夫访问了机仓服务员 另外也请求了保险业人士 真是要啊 万一真是这么不幸被人杀 以投保的人士应该怎样做 才可以最好保障自己的利益 不说怎知啊 事不宜迟 东夫 各界职营 去旅行买到尽 当然要大多些钱了 但最近看新闻 飞机失涉案接连发生 机仓老鼠防不升防 那究竟搭飞机 怎样才去保护自己的财物安全呢? 其实机仓到舍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最常不见的就是当然是现金 因为现金是很少人会逐张逐张 抹下它的号码 然后去布室 而且现金也没有签名 没有登记保养书 所以就很容易成为了财人的目标 最常发生机仓盗舍的航线 通常都会在东南亚 或者是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国家 因为他们的人均收入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也会吸引了很多生意人 过去他们的国家做开发 做生意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带现金 或者是一些很贵重的物品过去 所以就会成为了财人的目标 如果发生了机仓到舍的问题 如果刚好在飞行的途中 已经通报给机仓人员 我们通常的做法 都会是开麦克服 也不会说 我们发生机仓到舍的手袋 用其他借口 做一个安全的检查 就请机仓人员尋试一下机仓 看看有没有财人 能作杀心虚 或者是神色是很有可疑的 会告诉机仓经理 但是说真的 譬如说偷现金这些 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很容易 解释到究竟那些财物是属于哪个 这些通常都会 可能会请地勤人员 在下机的时候就报警 有些航空公司 我知道他们会请机长 打卫星电话 请警员在门站起来 然后所有客人都不能下机了 一到步之后 警察就会上机 可能是手机仓 手行李袋 这个就会交给警察去处理 所有的财物 最好就是更新 有些小手袋 背囊 其实可以放在前方的座位下面 更加安全的做法 我觉得是 买一个运动的腰包 然后尽量有多少 就放多少在身上 名贵货品是很大件的 其实可以选择 在当地那里寄回去 你本身的国家 或者是 鎖住行李 不要带上机仓 如果真的要带上机仓 那就尽量早一点登机 霸回你头顶 或者视线范围 看到的行李架 尽量在infi 不要睡觉 当然每一个做法 都有它的风险 就算是check-in 也有机会 在check-in期间 送到飞机上的途中 都会被人盗洩了 你行李箱里面的名贵物品 大家就衡量 哪一个方法 是令你自己最舒服 如果这些东南亚的航线回香港 很不幸地发生机仓盗洩案 其实情况会好过 我们叫欧班的线 譬如说在香港去东南亚这些国家 那就麻烦了 要请他们写一张报案纸 其实也很难 因为可能他们一个部门推一个部门 再加上言语不通 如果做的话 你也要花余的钱 去请他们更加努力去帮忙 所以大家都是自己保护自己的财物重要 除此之外 前空者Tracy还透露 这些机仓老鼠 通常都是5至6人teamwork的行动 从机场开始寻找目标 到安排接近目标 到找机会下手 以至得手后再转床装物 全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一般人如果没有戒心 也很难察觉 所以如果不幸失洩 事后如何和旅游保险公司索偿 也非常重要 不过在空中失洩 一般旅游保险 究竟是否真的有保障 听听保险界的专业人士怎么说 如果乘客在飞机上围失物品 又或者被人偷了 这些都是属于旅游保险保障范围里 要留意就是个人财物保障这部分 会不会有物品不受保 是有的 那就要看保单里面的不保事项 我见过一些保单是不受保 假牙和隐形眼镜 手机和iPad 也不是每间本公司受保 索偿金额有没有上限呢? 是有的 一般来说每一个物品的限额 大概都是一千至五千元不等 似乎你买的 为何保险公司和什么计划 有乘客说他不见了 名标价值四百万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可能他都是根据保单上面的 限额去赔偿 至于如果在飞机上围失了现金 这个情况也可以索偿的 但是有机会保险公司需要一些证明 例如卫元机按钱的单据 又或者是外币的话 找换店兑换外币的单据 去证明你真是有现金收获在 如果真是在飞机上围失了物品 或者是发生失事事件的话 应该立刻通知机组人员 而在机场向有关的航空公司报室 如果真是离开了机场 回到酒店才发现的话 也要回到机场向有关的航空公司报室 可能有人会赖市道不好 但无可否认的是 近年社会上的人手法意识的确是薄弱了 贼仔贼女肯有一个在左近 歪风都不知道有没有教坏小动物 好像网上流传这段片 有网民拍到一宗怀疑店铺到试案 只见有疑犯在便利店货架 闪电手拿走零食 没给钱就九秒九速途 目的市民只能眼睁睁目送离开 没有事可以做 想不到这些动物都多懂得吃 动物就说不懂法律 人就千万别以身事法 话实话 幸好事件中没有市民受惊 始终野生动物走入市民日常生活范围 都不是那么好的 政府不是说过 一直密切关注野生动物 尤其是野猪和猴子 对市民所造成的滋扰吗? 喂,不能把口说 做些实质事出来看看 难道好像以下这支照片那样? 那头听完专家教路 带运动腰包 那头就晓得才不可以露眼 贵重物品肯是贴身存放 正如网友都说 那个如果是空位 但在那个位置就有点偏低 若有人说是运动腰包 恶人一时间很难说是还是不是 这支照片令人想起两年之前 有内地直播主 在直播带货期间 都出现这种空位下落的情况 有网民指当事人不可能不察觉 质疑是吸精炒作的手法 炒作也好 身体不适也好 甚至是懒了运动腰包也好 都不影响人 Lady go Lady go 反正一街够大把人 把口罩戴在手肘上 你得这么多吗? 今集东夫即认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有什么申诉? 记住致电我们爆料热线3600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 东夫即认 拜拜 9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